詞曲 李宗盛 第一次畫台南大概是四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純粹只是因為想到街上去寫聲 所以就開始了到台南大街小巷畫畫的這個旅程 那為什麼會選大街小巷 也是因為這個巷弄的風景是最容易 讓我開始認識台南的一個起點 其實葉石濤還是沒有那麼多人去認識他 但是他卻是一個一生書寫台南的作家 那我是想說有必要利用這本書來和大家介紹葉石濤 這位前輩作家 書裡面所提到的蝸牛像 他對葉石濤的意義在於那是他生命中的轉折點 因為他從一個無憂無慮的上班族變成街下球 然後接下來變成前陣自犯 人生有了非常大的轉變 那其實也因為這樣的轉變 讓他的作品裡面有了更多的生命 在創作過程中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在於 你要怎麼把實際上看到的東西 轉化成比較有藝術語言的作品 那其實我從打稿上色 然後設計造型 每一步都要想非常久 因為我要做的不是拷貝自然 我要做的是把自然經過轉化之後 變成自己獨特的語言 那我覺得這是最辛苦的 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話應該是 番薯齊的大葉懶人 那棵樹已經不在了 那會有這麼有 對我來說會有這麼有意義是因為 這幅畫是讓我開始確立風格的第一張作品 畫那幅畫的時候我想到了喜樂 後來才發現我慢慢發展出來的風格 竟然和喜樂的創作是有點類似的味道 這本書的話我覺得你可以帶著它去台南旅行 因為書中的每一個章節 都是一整塊的地徑 大家可以跟著書上的地圖 然後去巷弄裡面探險 透過這本書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台南除了美食之外 還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地方 見到什麼事 我們也會忘記在這裡